大涨布莱特原油的期货也已经涨到了三年以来的新高 连带也影响到台湾的油价 对此呢 经济部长就表示了油价有稳定的机制 超过30块钱以上 政府会和民众一起吸收相关成本 选定加油金额就怕一个不小心加的太多 因为本周弃柴油的价格涨0.8核 0.9元 有啊 每个礼拜都涨啊 涨很多 那也要加 不然怎么办 生活还是要过啊 前前后后应该差5000油 依我们营业车来讲就成本增加了啊 不少开车民众都很勇敢 以加955000汽油来计算 一辆油像50公升的小客车 加满油就需要1550元 相比去年4月底的油价低点相差了670元 国际油价大涨布莱特原油期货 上升到每桶85.52美元 创下三年多以来的新高 有不少交易员预估 年底会达到每桶100美元 甚至有可能在明年会出现每桶200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年代影响台湾油价 以9557油来看 从9月6号每公升29.7元 10月11号更突破30大关 本周更来到每公升31元 短短一个半月就涨1.3元 预估油价还会再涨 所谓的亚铃最低价来 逆低我们这个油价的涨势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油价的这个稳定的机制 所以在这样超过30块以上 那政府就会跟消费者一起 来吸收相关的成本 经济部表示国内有稳定机制 一旦超过会和民众一起吸收成本 油价恐怕还会上涨 就怕物价也跟着飙 三益顺 环英成章 启云台北 采访不到